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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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希望我们的男同志们 可以放马过来 不要给我们放水 杨志英 大家都叫她小英 22岁 来自于云南丽江 是一个白族女孩 她从小就特别想当兵 在大学的时候就入伍了 是今天的十位挑战者当中 年龄最小的一位 许桂芳是小英的队长 今天两个人就通场竞技了 这种女兵肯定都不是一般的女孩 在这个比赛当中 是以你的军事技能来衡量 你能不能保留在这个队伍里边的 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你必须把这些科目完成 在时间以内 你才能够当这个特战队员 今天有两位女兵参战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挑战会更加的精彩 为每一位战士加油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今天挑战的第一关 好 共同期待 各位 请听好挑战规则 在直定海域上 市民带有编号的挑战者 需游泳到海中漂浮的皮划艇上 取得12.7毫米口径的狙击步枪 对海面上的十艘带有编号的目标船只进行射击 击中目标红旗举起 每位挑战者仅有的一发子弹 许击中与自己编号对应的目标船只 前六位击中目标的挑战者成功晋级 我们军队通常的步兵 他在打击这个靶的时候 他无论是跪姿 战姿 还是握姿 都是静止的 而今天无论是这个靶子在水面上运动 还是他自己本身在桌上也是运动的 今天只有一发子弹 只能是百发百中 旅长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大家用的狙击步枪 这支步枪是目前装备部队最大口径 是国厂104仿器材狙击 全重13公斤 口径12.7毫米 最大射程2公里 有效射程1.5公里 可精准打击1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主持人 请你体验下这个枪的重量 我 我 26斤啊 13公斤 我太太沉了 那我能看看他的子弹吗 可以 子弹长147毫米 重130克 几乎是我一个手掌大小了 可见他的威力之大 接下来十进六的比拼 马上开始 看看谁能率先晋级 来 旅长 请发口令 全体就位 挑战开始 十位蛙人从岸上出发 在他们冲向大海的过程 到他们的橡皮艇 一百米的距离 他们快速冲向带有自己编号的橡皮艇 这个项目就是要快准很快 就要快速抵达你的狙击位置 为自己的下一步的动作的实施 带来更长的判断时间和瞄准时间 现在挑战者已经迅速冲入海里 人就拨到橡皮游 武装球渡对人的体力奢好是更大的 并且滑到橡皮桌上以后 人基本达到 呼吸跟自己的心跳 肯定是越来越大 第一关当中 十名蛙人只能有六位晋级 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 游泳 上船 调整 瞄准 然后命中 这些所有的动作都要一气呵成 还是为他们逆把汗 双晃 你看现在有浪 实际上这个浪呢 对它的瞄准的影响度非常大 首先这个潮它有一纵摇 像海边或者是海内 还有横摇 刚才你看浪打过来 它还有一个横摇 所以纵摇横摇都有 难免在于自己在摇晃 目标也在摇晃 还剩四个竞技名额了 这个赛事非常残酷 因为只有一发子弹 它那将有一个时间的自然压力 因为你还要时刻注意到周边的情况的发展 别人可能激发比你比你早 目前我们在两个旅边都是第三年的 我们就要看看 他们今天的发挥怎么样 前面选手调整得比较快 但是我经过一段调整之后 我觉得调整设计的时机 我应该是有很大的几率命中目标的 漂亮 有雨声枪响紧接着爆破声 二号射手成功提中 作为队员的小鹰 竟然比队员的小芳先激发了 小芳现在的压力一定非常大 因为她的队员晋级了 而且现在晋级名额又少了一个 我没有看到烟雾 这是错失了吗 对了 这个没有命中 当时我上轴的时候 呼吸已经调好了 但是激发的时候 突然一个浪打过来 我就感觉应该是没有上榜 下面宣布第一关挑战者 晋级人员名单 杨芝英 到 王远镜 到 唐仲德 到 蒋石岗 到 罗城 到 习建伟 经过激烈的绝逐 六名队员成功晋级 重力 小芳 我刚才看到画面里 你射击的这个反应速度 还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 为什么没有击中目标呢 我今天上船的时候 其实 剧枪的时候 已经调整好了呼吸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射击 激发的机会 当我激发的时候 一个浪 突然打了过来 很遗憾 我没有能打上把 很可惜 所以希望 晋级的战友们 能够在下一个关卡中 能够发挥 自己的优势 将不可能 变成可能 六名晋级队员 请出列 在不远处 会有更加严酷的挑战 等待大家 接下来 我们要前往 下一个场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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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海蓝天 这里就是我们 第二关的挑战场地 六位挑战者 已经列队完毕 接下来 请听好 挑战规则 挑战开始后 六名挑战者 依次乘坐冲锋舟 到达射击区域 在一分钟内 用单兵火箭筒 实施打击 弹体区穿过掩体窗口 击中与自己 抽取编号 对应的目标物 每位挑战者 仅有一具 单兵火箭筒 本官为六进四的挑战 在命中率相同的情况下 用时短者获胜 在挑战开始前 六名挑战者 通过抽签 取得射击顺序 和目标编号 在我们面前 摆放的就是一具 单兵火箭 这应该是我们 挑战不可能节目当中 在射击项目里 用的最重型的武器了 旅长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93毫米单兵系列火箭 全重7.86公斤 配有发箱弹 弓箭弹 多用途弹 等六种弹药 携带方便 是一次性使用的武器 这是93毫米火箭弹 是我们国产的火箭弹 那么在实战的运用中 可以打碉堡 可以打移动的装甲车 还可以装不同的弹药 比如说燃烧弹 穿甲弹 来打击不同的目标 根据作战的需要 起码可以换五六种弹药 你装的不同的弹 是根据作战不同 然后打完之后 完成任务就 这个空桶就扔掉了 我们能看一下 那个掩体的状态吗 可以 来 目前我们在掩体中间 设置了一个窗口状的形状 挑战者必须命中 掩体中间窗口内的范围 这就是我们平时 在训练当中的实战要求 而且我们只要穿过窗口 打中那个目标 我觉得这一轮 对于我们的挑战者来说 是对他们综合战术素养的 一种考验了 大家请看 阳光正是正面刺眼的 一个状态 我们的挑战者 是一个逆光的状态 我们的船摇晃得非常厉害 而且你看 我们的旗帜是横飘 今天海上的风浪是比较大的 我们的挑战者 必须指挥操舟手 马上转到最好的一个角度 并且调整自己的射击角度 才能穿过如此小的一个 掩护的窗口 太难了 要想打开中 角度必须准 侦察 判断 计算 射击 这一系列操作 对挑战者来说 都是最大的考验 是的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没有能够穿过 掩体的窗口 极为失败 为你们加油 拼了 来吧 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二关 现在第三位挑战者是杨志英 他要设计的是三号目标 你往右前方一点点 杨志英在跟操作手之间进行配合 你往左前方去 左前方 对 你这样子的话 我会越来越偏右的 用火箭筒设计 是比较忐忑的 在海上 它的幻动比较大 然后你的不可控因素 会增加的更多 杨志英成功命中目标了 用时53秒 作为挑战者当中 唯一晋级的女兵 她的表现相当不错 小英是一个白族女孩 以前是长头发 为了从军 剪头发的时候 哭了好几场 确实有那个 少数民族姑娘的那种特色 小英自己说 从女孩子爱美的角度来讲 我的确是变黑了 但是从一个均匀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现在我才是最美 最洒的 下面我宣布第二关 经纪能源名单 完远镜 杨志英 习建伟 蒋斯卡 这四位应该是特众部队当中 精英中的精英了 离深海挑战王又进了一步 那接下来还有两关的挑战 等待大家 我们身边的这片水域 就是第三关的挑战场地 只不过不在水面之上 而在水面之下 接下来请听好第三关挑战规则 四名挑战者通过抽签分为两组 挑战时 每组两名挑战者同时潜入水中 在水底拿到水下步枪后 将自动触发水下装置 十个狙击目标将浮向水面 挑战者需在向前游动过程中 射击与自身颜色对应的五个目标 全部命中且用时短者获胜 射击目标物浮出水面 或挑战者碰触海底 均为挑战失败 这好像又对我们的竞赛提高了新的难度 是的 因为它戴上水镜之后 首先看到的这些目标是变化的 还有一个 我们知道你下潜了之后 十米可能就是一个大气压 那么在五米 十米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呼吸是非常费力的了 就不像按上我们呼吸那么正常 这个考验是非常大的 水下的阻力非常大 是陆地上的八百倍 你要克服水压 包括能见度 包括你的武器装备的变换 还有你寻找把镖 还有你控制身体平衡 所以它的这个难度大 才形成了这种挑战 旅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战士们今天在水下使用的武器 这就是零六式五点八毫米 水下自动步枪 全枪重三点五公斤 主要用于杀伤敌水下有生力量 水中设计不同于普通设计 子弹需要克服水中的阻力 所以它的子弹是经过特别定制的 它的后部需要装填气体 这样才能确保子弹在水中稳定的飞行 明白了 这款五点八毫米的水下步枪 它的射击可以达到二十五米 是一种特殊的枪支 因为它的子弹也是特殊的 就像我们的穿甲弹一样 因为只有这样的弹体 它才能够在水下打的距离比较远 就是适合在水下作战 挑战开始前 挑战者通过抽签 分为两组进行挑战 好 抽签结果已经产生 王远进和习建伟为第一组 杨志英和蒋石岗为第二组 蒋石岗的实力太强了 但我还是支持杨志英 曹老师您呢 我肯定支持蒋石岗 综合能力强 旅长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项挑战的难度在什么地方 难点就是射手必须保持身体的平衡 击中五个快速移动的目标 因此射手在射击前 必须稳住身体 形成拘腔瞄准 如何在水中快速捕捉步标 也是射手需要克服的一个难点之一 我们在底下保持了一会儿 都保持不住 对 我们能在水中保持一种平衡的游动 就是一个能力了 况且你还要操控这种枪支 还要瞄准目标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感知 但是凭想象也能想象出来 这是一个真是不可能的一次挑战 来吧 第一组挑战者请准备 挑战 开始 第二组挑战 第二组挑战者请准备 挑战 开始 现在第二组比赛开始了 这个蒋石杠和杨志英快速下潜 两人带好脚谱 带好水静 抽到女兵杨志英一组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是更加紧张的 因为这个女兵柔韧度跟这个身体的这个韧性 还有这个心思会比我们会更加的细腻 第三光的最大的压力就是 感觉身上像是承载着女兵的希望 就会感觉有一点给自己增加了压力 我是比较紧张的 因为对于水下设计而言 我控制中心福利并不是很擅长 现在我们的挑战者下沉到了水里 我们看到啊 在下潜的时候 蒋石杠的速度显然是快的 小鹰的姿态 有一点斜 这样的话呢 你前进的速度可能就慢一些 马上就要到取枪位置了 看看谁先能率先取到枪 蒋石杠率先拿到枪 在这个竞赛环节来讲 谁先拿到枪 谁率先出发 就应该是抢到优势 自动装置已经启动 目标全部出现 黄色目标物属于杨志英 红色目标物属于蒋石杠 两人正在快速地前进搜索目标 两目标同时出现 谁会率先激发呢 漂亮 非常果断 完全没有犹豫 直接一枪命中 小鹰还在继续往前游 它没有选择瓦声射击 当浮力球飘上来的时候 其实我的设计状态没有调整好 所以当时还是比较荒满 你看这个是近的情况下 保证射击准确性 但是你离它越近耗时越多 其实球有飘到水面的危险性的 这个是一个需要你努力去平衡的一个过程 两个人都在努力地往前游 快速寻找目标 再次发现目标 蒋石港没有犹豫 依然是发现目标 就直接射击 速度非常快 看他手有点抖啊 他不是抖 他枪太重了 老师把他身体往前带 小银还是采用了球稳的策略 保证了命中力 我没有想到他在水下的速度这么快 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比较紧张的 甚至要比男兵同台的时候 更加的全身关注 发现第三个目标 其实杨志盈一直在追赶蒋石港 每一次击中目标的时间 都比前一个更快 他就要追上蒋石港了 第四个目标出现了 从画面上看 小银追上了蒋石港 这是他赶超的机会 完了 那个子弹好像已经飞出水面了 太可惜了 小鹰没能命中目标 目标物已经浮出水面了 你看 有一个气球浮上来了 是黄色的 从我们的监视器当中也看到 好像错失过去了 它应该是个仰角射击 对 它已经看可能目标已经浮 要浮上水面了 最后赶紧打了 但是请大家放心 其实我们选择的拍摄环境 是在一个完全 在水面之上 无人环境进行拍摄 我们考虑到这个安全因素了 没有击中 是因为当时没来得及 跟上那个飘浮的速度 然后没有着准 那个设计的时机 所以导致错过了那个球 挑战失败 哎呀 可惜了 好可惜啊 蒋世岗太快了 把自音节奏给带坏了 有点可惜啊 晋级到第三关 跟这么强的对手对战 我觉得小英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对对 接下来就看蒋世岗 能否在最后一个目标球 浮上水面之前完成射击 漂亮 蒋世岗集中了第一五种目标 完成挑战 恭喜蒋世岗 挑战成功 成功晋级 第四关 巅峰对决 三年前的一次训练当中 蒋世岗意外腰部受伤 在住院期间 他的体重飙升到了200斤 看起来还是跟他现在这种 很精重的感觉有所区别 现在他已经恢复到了150斤 不过至今他的腰部 还有四颗钢钉 没有办法取出来 这一次也是他沉寂 三年之后的首次挑战 所以我们预祝他能够成功 全体集合 接下来我们请旅长为大家宣布第三关的最终成绩 我宣布 第三关 晋级人员名单 蒋世岗 习建委 希望两名竞技者能继续保持高额的斗志 在第四关挑战中发挥出更高的水平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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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送给我两位 迎接挑战的战友 希望他们能够发扬 永不服输 永不迎败的精神 继续前进 然后也想对电视机前我的爸妈说 他们的女儿如今已经成长 成为一名优秀的特种兵 让他们放心 把我交给祖国 谢谢 请父母放心 我属于祖国 在一些重大的会议和重要的国事活动里 有这样一支精锐力量 这支精锐力量既可以说是最尖锐的毛 也可以说是最坚实的钝 无论是参加什么样的任务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保障绝对的安全和零失误 他们就是武装警察特种作战部队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这位挑战者 就是一位武警特警战士 掌声有请 你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谢谢主任 大家好 我叫郭子睿 今年22岁 来自猎鹰突击队女子特警队 濒临四年 现任一分队一班班长 女特警队员 我们平时可能了解的不多 但是他们的训练应该也是非常艰苦 是 你们平时都练些什么呢 和男队员一样 也会接触搏击射击攀登障碍等一切 所需要训练的科目 这样 我们邀请台上的三位男评委 一起来感受一下 好的 来来来来 掌声有请三位都来 这样让三位感受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端枪训练吧 上枪 95-10步枪橡胶模型 它一比一 还原了真枪的重量和尺寸 这也是武警部队平时训练经常使用的枪形 这个枪还挺沉的 很重的 所以接下来呢 现在我们可以练习一下 我平时在剧枪的时候的一个雷弹壳的一个游戏 这是空炮弹吧 弹壳 这是弹壳 这是弹壳 那接下来孙杨 那重心往前压 重心往前压 对啊 你让我从侧面给你拍张照片好吗 哎呀 屁股不要觉得太狠 你的曲线实在是太曼妙了 对啊 哎呀还可以 蛮不错的 非常快 撤腿 如果是你的话 你的训练强度能达到一个什么级别 三颗弹壳吧 三颗弹壳 三颗 对 三颗弹壳落着放啊 是 哇 我想请我的排长协助我放这下这个弹壳 排长也来了 排长也来了 排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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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长帮着我们的挑战者一块 让他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们真正猎鹰特战队的真功夫 好的 我们真正猎鹰特战队的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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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在的位置是一个高楼的楼顶 这里距离地面大约是23米 看到了吗 远方有一个灰色的白板 那里就是挑战者今天的目标 距离我所在的位置350米 有人在叫枪 但是人在哪呢 刚才响亮的枪声 是从楼顶的狙击点激发的 那么你可以从镜头中发现狙击手吗 来 郭班长请卸身 太帅了 我是猎鹰突击队女子测简队 一分队一班班长郭子卫 郭班长 这把枪跟刚才我们在演播室看的 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是的 有什么不一样跟我们说说 我现在所使用的是7.62毫米 国产高精度狙击步枪 最大的区别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枪管 是自由悬浮式的 再一个它加装了一个 8到32倍可变倍率的一个瞄准镜 还有就是它用的弹 是专用的狙击弹 精度会比普通的凸击步枪会更高一些 虽然有这样精准的武器为伴 但是你知道你今天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吗 我要挑战的是在有障碍遮挡的情况下 远距离精确狙击 有障碍遮挡还必须要击中 那就叫盲狙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它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来 主持人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主持人这位就是我的教官李芝宇 他曾经获得过2015年匈牙利军警狙击手锦标赛 警察组小组冠军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规则 挑战规则 在距离狙击点350米远的地面上 有一面高4米长15米的白布墙 随机在墙上设置5个点 在每个点的位置上摆放一个持近10公分的玻璃容器 挑战者需在距离目标350米远 23米高的狙击点观察 并在30米内记住这5个点 然后用一块新的白布将目标物覆盖 选手在狙击点凭借空间记忆准确进行射击 5个点精准击中3个 即为挑战成功 主持人 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在任务中确保万无一失 所以说我希望把标准定为五中五 哇 五中五 太厉害了 五中五是挑战不可能 还是这事根本就不可能 挑战不可能 你是他的师父 是的 如果让你来完成这项任务 你的成功率是多少 我想也只有80% 教官是这么说的 你怎么想 有信心 有信心 是 那接下来请就位 郭班长 主持人 您可以使用这个装备进行标记 谢谢 这是武警训练用的专用设备 我们经过允许 可以用它来随机选起五个目标点 我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 漂亮 再低一点 一 二 三 四 对 他差一个点 兄弟 你让开点 没事 我看着呢 没事 李教官 你看这五个点 一 没问题 二 三 四 五 好的 那接下来我要回到 350米外的狙击点 我们的工作人员将标记 这随机选取的五个点 工作人员将蓝色的玻璃瓶 放置在朱讯随机订的 五个标记点上 每个瓶子上 拴着一个红色的气球 当标志平被准确击碎后 气球会从幕布后飞起 今天太阳光 温度 角度 还有风速 对射手的瞄准点 和落弹点 都有影响 在非常高的压力之下 还保持稳定的发挥 这一点是难度最大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狙击点上 郭班长已经就位 现在郭班长有三十秒的观察时间 三十秒 计时 开始 平时的训练的时候 其实时间没有说是这么少过 所以我还是挺紧张的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时间到 好 现在请把遮盖布放下 蓝色的标志点消失在幕布之后 郭子瑞必须全神贯注 凭借记忆击中目标 现在遮盖布已经全部放下 现在遮盖布已经全部放下 挑战正式开始 现在郭班长很冷静 马上要开第一枪了 但是从我这个望远镜里看 现在风比较大 吹的这个遮盖幕在晃动 真看不出来我刚才定的那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加上一层布 然后再加上风的影响的话 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导致我可能会偏离我的目标点很远 郭子瑞必须透过抖动的遮盖幕 准确找到狙击点 他面前的对手是350米的距离 隐藏的目标和风中晃动的幕布 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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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第一枪打上之后也算是一个开门红 其实也是对我心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安慰 然后让我对下面四个目标的发挥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安慰作用 挑战第二发开始 作为一个狙击手 无论你是成功还是失败 都不能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看到了吗 第二发 没中 别吵 是 鱼 鱼 三发三中 主持人 紫瑞 到 你今天状态很好 前三发全部命中 下面我要释放一些烟雾弹 来增加实战飞飞 他们这个教官 太狠了 太狠了 我的天 在遮盖幕上面又有一层烟雾 而且现在风还是挺大的 吹的这个遮盖幕上下拍打着 我已经完全忘了 刚才我的随机选取的点在哪了 在我完成第三个目标之后 我的教官又给我加了一道烟雾弹的屏障 其实这个烟雾它的密度是很大的 而且它的颜色也比较深 相当于是又给我加了一层障碍 所以我在激发的时候要很细心很专注的去找空袭 从而掌握最佳的激发时机 狙击步枪巨大的后阻力 会让枪的位置发生天移 郭子瑞要用它分毫不差的技术 钢铁般的抑制 透过层层遮拦 找到每一枪的激发点 打中了吗打中了吗 我没看到气球啊 我希望把标准定为五中五 五中五 当我想第四枪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揪着 一直在揪着 一直在揪着 第四枪没有打到 打中了 打中了 他竟然超级运步都打中了 这是什么气球啊 哇 这个气球不走寻常路 他怎么往下跑 从秒眼镜里看到 气球从本下面露出来的时候 感觉就放了一大半心了 还有最后一发 是不是能够命中 四发四周 郭子瑞打得坚决而又果断 根据计划 他必须尽可能快地完成挑战 因为三十秒的时间 记住五个点 瞬时记忆正在快速消退 他必须尽快激发 最后这决定成败的一枪 前面几个气球啊 都能正常飞起来 但是只有准确命中最后一个 才算是成功 打最后一个目标的时候 它的风向它不是很稳定 而且风速它也是不稳定的 在哪里 要注意到这边 做到什么 封炎 封炎 冒出来了 太牛了 中国的女特警在 在此掌声欢迎紫瑞入场 他们的教官太狠了 你们的教官平时就这样对你们吗 是挺严格的 所以你们在心里某一瞬间会不会挺挺恨他的 不敢 感同身受 对 我也不敢说 那确实是因为非常严格 我们小时候罚骂 最清楚的时候大概是08年的时候吧 那天的计划是12个400米 最后一个大概差了教练零点几秒 差了一秒 然后他就让我继续游 然后我就跟教练对着干 他让我游我就不游 我就越游越慢 越游越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游了25个400米 那个心里边游边骂 对 所以跟你一样 但是反过头来想 教官跟教练其实都是一样的 是 因为他都是希望 我们可以成才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之前也去过部队 我觉得其实特别不容易 因为像你入伍的年纪 应该正好是花季少女的年纪 然后外面很多的女孩子 都是非常青春靓丽 然后打扮 然后穿着 那么在部队里 你都很少有机会 能有这样的时间 或者给你这样的机会出去 那么你选择这个部队以后 中间有没有想退缩 或者有没有想后悔过 没有 而且我也不后悔 我觉得那些漂亮的衣服 和自在的生活 我有机会去拥有 而且我曾经也拥有过 但是我身上这身迷彩绿 包括我手中的伙伴 却是他们出不可及的 入伍四年了对吧 回家的次数多吗 不多 四年里我只回过一次家 上次休假的时候 看到爸爸妈妈老了很多 完全跟我入伍之前 印象中的样子不太一样 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其实我们队是 允许爸爸妈妈来探望的 但是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 辛苦的样子 而且我也舍不得让他们 来回奔波 所以陪伴爸爸妈妈的时间 也很有限 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吗 不后悔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 曾经也是军人 所以他们非常理解 军人背后的职责和使命 当然我也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并且吃再多的苦我也不怕 虽然说我身为一个女孩子 但我依然可以用我的力量 保护好我的家人和我的祖国 每个在国外的华侨都怀念着祖国 祖国强人民就强 祖国富人民就富 所以你们在维护祖国 和人民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今天很感动 都是因为你们 我们感到骄傲 谢谢老师 用你年轻的肩膀扛起了国之平安的一份重任 所以对于你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是 能 谢谢老师 我想此刻 这个奖牌是代表我们节目组的一份信念 但是对于军人来讲 真正的奖牌 是祖国的平安 再次感谢你和你的战友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董卿评委 为我们宣读下一位挑战者的推荐词 他是国家最坚实的盾 也是最锋利的刀 他是军营中的坑枪玫瑰 他在最美的青春年华里 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在常规赛的挑战中 他的教官为他设置了重重阻碍 我希望把标准定为五重五 我要释放一些烟雾弹 来增加实战氛围 他们这个教官 太狠了 太狠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在遮盖墓上面又有一层烟雾 叁发三中 在超越实战的极端条件下 他完成了远距离的王狙挑战 但无虚发 我要推荐的这位挑战者 就是经国不让虚眉的女神枪手 郭子瑞 观众朋友们可以扫描铿锅上的二维码 了解军营中的铿锵玫瑰 女神枪手郭子瑞的故事 一起来见证他挑战极限精准设计 掌声有请郭子瑞出场 各位好 您好 子瑞 各位评论老师们好 大家顾您好 他那期节目播出之后 好多网友都赞 给你点赞 但是有很多人替你打抱不平 说你的教官太厉害了 还有好多网友说 教官你行你上啊 你的教官今天来了吗 来了 我今天将与我的教官 共同完成新的挑战课目 真来了 真来了 掌声有请 李之宇教官曾经参加过匈牙利军警狙击手锦标赛 并获得警察组冠军 2015年李教官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反恐高级人才 平原老师你们好 大家过年好 我叫李之宇 现任武警部队 猎鹰突击队 狙击教官 您就是网上大家齐声说的 出来亮个相呗 你行你上啊 对 你行你上啊 您就是那位 今天是回应网友来了 可以请郭子瑞先来评价一下你的教官 我的教官平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看出来了 其实他在很多细节方面是很关心我们的 就是在一些恶劣环境之下 其实我师傅还是会很体贴 很照顾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 对环境的这个适应度 师傅最大的一点特点就是 能够让恶劣的环境变得更加恶劣 你们训练环境最恶劣的时候 能到什么程度 零下大概十几度吧 也要趴在冰冷的地面上描枪 有的时候呢 天降大雨 我会觉得这个时候正好 正好在大雨的环境中 适应一下弹道啊 太好了 让大家去训练吧 对 是的 是的 是这样 所以教官天天求雨 在那儿下雨吧 下雨吧 网上有很多狙击手的照片 他们是要在最恶劣的环境里 什么泥潭里啊 对 最苦的地方 对 隐藏自己 而且还不一定说要待多久 有的时候为了一个任务 可能一个狙击手要在那等候 很长的时间 是的 我想问问教官 你认为一个好的狙击手身上 会有哪些品质 老师 那我就以郭子瑞为例吧 郭子瑞身上有三个品质 第一个聪明 第二个果断 第三个是肯坚持 聪明呢 是指他悟性好 学东西很快 果断这个特质很重要 因为无论是军队狙击手 还是警察狙击手 高价值的目标 往往出现只有一次 只有果断才能把握住战机 当然果断的前提是 郭子瑞日积月累 后积勃发 肯坚持的前提下的果断 所以说这三个特质 是郭子瑞最重要的 子瑞他平时这么表扬过你吗 没有 子瑞都不知道我有这三个特质 那今天教官都出马了 你们俩在现场 是要完成什么样的挑战呀 上一次呢 郭子瑞挑战的是五个静止目标 这一次呢 挑战的难度升级 我要让他设计五个运动目标 所以您在挑战中要 是的 我呢 来负责将设计的目标 让他运动起来 然后郭子瑞进行设计 那这个男人 也会很好看 今天这个挑战 在室内是无法完成的 我们同样还是把它放在了室外 我们一起共同见证挑战现场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百克力 那现在呢 我又是来到了郭子瑞在上一次的挑战场地 这也是我们的猎鹰突击队的训练场 在上一次挑战当中呢 郭子瑞在350米开外 在有蒙面墙遮挡的情况下 依然五发五中 命中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真乃中华第一神枪手 那今天呢 我们将会在这里再一次的挑战不可能 那今天我们将会完全的升级挑战 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两位挑战选手 哇帅 帅 风好大 真的太冷了 我的手已经冻僵了 风大是一个很可怕的因素 今天的挑战 你们俩要共同配合完成 而我们今天的挑战项目 其实也是脱胎于真实场景 两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挑战规则 在五面长四米高三米的墙上 悬挂着五个球 五个球分别被五面长三米高两点四米的小墙遮挡 球的一端通过鱼线连接一个固定的玻璃瓶 那我们的两名挑战者 需要在离墙一百五十米的攀登车上进行射击 李教官需要穿过玻璃瓶口 在瓶口完好无损的情况下 打断瓶中连接球的鱼线 让悬挂的球做中摆运动 然后郭子瑞需要击中摆动的小球 五球全部击中极为挑战成功 他就是打中一根线 这谁想的这是 其实我们今天的挑战考验的不仅仅是二位的技术 还有你们的配合程度 师傅你要面对的挑战 就是我们手中的这个非常普通的玻璃瓶 我们的瓶口的直径差不多是1.5公分 而我们的子弹 我想问一下子弹的直径是多少 7.62毫米 可以说我们子弹穿过瓶口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而且我们的瓶口还有一根极细的鱼线 你在打断鱼线的同时 还要让我们的瓶口完好无损 难度非常大 而球摆下来的那一瞬间 郭子瑞就是你的任务 看到球就要射击 如果错失机会的话 你们的挑战就算失败 明白 有任何一方的失误 都意味着挑战失败 子瑞 这个时候你压力大吗 还可以 我非常喜欢你这个态度 这就是一个狙击手的心理素质 好 子瑞 请先到攀登车进行就位 今天北京的温度是零下六度 非常非常冷 那你们在这个温度下 这个手指会不会受到影响 会 会身体会比较僵硬 测一下现在的风速 我们现在的位置 是在北京的郊外 目前我测的风速是 六米每秒 这个地方是五米每秒 也就是说 由于你们这个训练场 好像这个风口比较多 所以这个风 是有很多的风切变是吗 是的 在那风风向不恒定 风速也不恒定 所以说肯定会对今天的挑战 增加很大的难度 刚才说了这么久 可能很多观众会对这个道具 很好奇 其实就在我们的身后 来 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道具 别说150米开外了 就算是我站在这个线底下 我都觉得这个太细了 您从150米外这个瞄准镜里面 能够瞄到这个线吗 其实也是很困难 但是我相信道具老师 肯定是将线放在瓶口的正中央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子弹能够准确无误地 穿过瓶口 肯定能打中线 这个球我们虽然看得 其实挺大的 但如果在150米开外的距离 看这个球 我相信就是一个点 是 并不大 太难了 我有个想法 因为每次挑战 其实我都是在旁边去观察你 但这一次 我真的很想以一个 狙击手的角度 跟你们一块来完成这个挑战 我能不能趴到你的旁边 可以啊 太好了 来 请就位 欢迎 150米外晃动的小球 让射击难度 长指数级增长 师徒二人的配合 更不允许有任何的失误 如果这是一次实战 严寒 大风 晃动的目标 这一切都让狙击挑战 成为一次不可能任务 哎呦 紫薇已经准备好了 哇 哇 这个球好凉啊 紫薇你一直趴着呢 如果准备好的话 我们的挑战随时开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等我的望远镜是根本看不到平口啊 看不到线 太难了 事实上 我更担心紫薇 他要打中运动后的小球 我想这个难度 恐怕还要在我的精度科目之上 人最快的反应时间是0.106秒 当紫薇看见小球 在响枪的时候 有可能小球已经完全隐蔽了 三个步骤 五秒钟 五秒钟 漂亮 都开始摆动了 而且摆动的幅度会不断地减小 可能再摆几下他就看不见了 很长的幅度会不断地减小 漂亮 漂亮 打中了 现在我们通过高速摄影机 再来还原一下刚才的第一枪 漂亮 子睿 中了 教练也很帅 我们这个项目 经过你的教练 和我们导音组共同协商之后 我们决定提高难度 你面前这五个球的直径 是不一样的 五个球从大到小 依次排练 具体多大 长什么样 必须要等到你的教练 成功将鱼线击破之后 球摆下来的那一瞬间 你才能观察到 之所以现在 把这个情况告诉你 这也是李教练的一个 第二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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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睿 怎么样 可以 好 倒数五秒钟 好 因二位的配合程度 对 太虚异了 漂亮 太赞了 哇哈哈哈哈 哇我的天这一枪太漂亮 可以啊 太神奇了 前两枪 两位狙击手非常非常的果断 很漂亮 这是第三枪 子睿 还是一样倒数五秒 漂亮 太棒了 这一枪我也能看到了 前三枪打得非常漂亮 现在球是越来越小 我想问一下子睿 第四枪的球会越来越小 那你觉得它是摆得更快 还是更慢一点 更快一些 所以难度会越来越大对吗 对 子睿 还是一样倒数五秒 风零点五 今天我们的这个升级挑战 完全是一个没有规律的挑战 上一枪和下一枪的风速 球的摆动 它的自然环境完全不一样 其实每枪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ただ丁度ın 珍惜 主席 dobrze 好 太漂亮 军里四枪的这个球 是百度最快的 因为它球体最小 难度非常大 真的 现在我们前面的四球 全部打中 非常漂亮 还剩下最后一个球了 子睿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 高尔夫球 老师 子睿 我觉得它的状态 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想试一下再小一点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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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睿 到 试一下再小一点的目标 行不行 行 再小 高尔夫球已经很小了 您还有什么球 我想挑战一下 在这个距离上的射击极限 直径大约三公分左右的 酒瓶盖 酒瓶盖绑在那个位置 是 教练你也太狠了 你确定 这个能挑战成功吗 射一下 子睿 你有信心吗 对啊 因为之前体积很小 是 它也是一个球体 对 它的受戴面积 其实都是不会变化的 是 瓶盖如果摆下来 正好是这个面的话 就很难 必须要摆到这个面的时候 才能射击 这个时机就更难把握 是这样的 再加上现在这个风又起来了 这个瓶盖是极有可能会吹着螺旋转系的 对啊 它这个是完全不断地在变化角度 这能大众吗 那咱们盖上去吧 啤酒瓶盖的直径不足两厘米 在大风中随机晃动 对狙击手来说 任何随机摆动都不具有激发条件 现在的温度是零下六度 在冰冷的攀爬车上 两位狙击手和主持人几乎被冻僵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的手指逐渐麻木 身体也开始轻微发抖 这几乎是郭子瑞狙击生涯中 最难的一次激发 他挑战的是技术的极限 更是生理和心理的极限 我突然看到你们把场上的这行字 是 锤炼超长本领 锻造特战精兵 对 如果第五个瓶盖你们能打到的话 这句话你们真的做到 我觉得郭子瑞就是一个天生的狙击手 我想再让他挑战更高的难度 加油 志瑞 枪弹结合子弹上台 现在风速低于零点五 到处五秒准备 阶线 承我 已经向上台 回来 此лож天 達織 此ажи 曾莊 第五確定 此後 詹睿 還有 芷睿 五枪为什么没有开 因为刚才风比较大 所以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激发时机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换一个新的瓶子 我们再进行第二次试射 可以吗 好 受到风速影响 郭子瑞始终没有找到最佳的激发时机 狙击手需要胸有成竹 才会扣动扳机 但晃动的瓶盖 没有给他合适的机会 郭子瑞必须凭借千万次 射击的经验 做出最后的致命一击 好 我们第五球的第二次射击开始 子瑞 这也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加油 到处五秒准备 只有这一下 摆出来的这一下 只有这一下 摆出来的这一下 我们从望远镜里面根本看不到发生了什么 漂亮 恭喜 我们的李之宇和郭子瑞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再一次在这个训练场上创造了奇迹 你们真的做到了锤炼超长本领 锻造特战精病 姑娘怎么了 哭了 不错 不错 相当不错 不错 不错 表连没看过你 不错 表连 就是已经牵着第一手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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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其实在现场已经准备了差不多五个小时的时间 不要等 太冷了 表一下 没有起步走 不错 天生之一 我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你 我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弱的女孩子 但是今天我看到你全场的表现 对啊 真的我要向你表示致敬 真的很棒 也要超乎我的想象 不错 但是你现在哭成这样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来我们再次要掌声送给子瑞 也送给李之宇 恭喜你们百发百中 我那个丢瓶盖 我回去要做表面 一定一定 这个瓶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这是我最骄傲的一次 郭子瑞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观众朋友们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我们一起来传播挑战者郭子瑞 极限精准设计的挑战 和世界一起分享 他的精彩的实力 在此掌声欢迎子瑞 和我们的李志宇教官 入场 敬礼 这个推荐词的时候 最后一句写的是女神枪手 但是我听到董卿品尾在念的时候 念成了女神枪手 后来我一想都对 既是女神枪手 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枪手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而且今天不仅女神枪手来了 男神教官也来了 也来了 最让我们感动的还是紫瑞最后的 情不自禁的这个 泪水 对这个 哭了起来 我想问问你的真实的这个 感受是什么 教练太狠了 那一瞬间 他们对于自己坚守的 这份神圣的事业和职责 是有着心灵上共同的撞击和感受 那个酒瓶盖 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把握 因为风挺大的 然后那个酒瓶盖 他自己也在转 然后出现的时候也不是很规律 这个科目对于我来说 确实是挺难的 他没有学过的技能 没有经历过的场景 没有经历过的残酷 太多了 如果说把狙击事业 比于一座高山的话 郭子瑞顶多就是 刚刚翻到了第一个小山头 当他抬头看一看的时候 相比较整个狙击事业而言 他还没有到山腰呢 但是刚才在挑战现场 您的一句话也暴露了您心中 对您的学员 内心的这种期待和信任 你说过 郭子瑞是一个天生的狙击手 对 他的天赋非常厉害 剩下的就是需要不断地磨练 是 我很幸运那时候 我在景观学校的时候 没有碰到他是教官 子瑞 到 那个标本你把它挂哪了 瓶盖 我去找了很久 但是没有找到 那一枪因为那个力度 可能真的就找不着了 当时就飞了吗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董卿评委 为我们的挑战者郭子瑞 和他的教官李志宇颁发我们 挑战不可能年度荣誉奖章 我们都天然地以为一位狙击手 就应该天生是冷静的 甚至是冷酷的 可是刚才当子瑞 落下眼泪的时候 我们才意识到 这也就是个二十出头的 风华正茂的年轻的女孩子 她只是在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 掩藏了自己的胆怯 掩藏了自己的软弱 只为了在教官的锻造下 能够成为她理想中的一名 优秀的狙击手 所以我很感动 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一句话 真正勇敢的人 不是不落泪的人 而是含着眼泪 继续奔跑的人 我们也祝福子瑞 终有一天能够到达 人生的巅峰 加油 子瑞 谢老师 在各位投票之前 我还有一份小小的礼物 要送给子瑞 来 我们请节目组 把这个礼物拿上来 你想找 但是没有找到的瓶盖 我们找到了 把它和那发子弹的弹壳 表在了一起 作为挑战不可能节目组 送给你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难怪子瑞没找到 被咱们给收起来了 我觉得如果你要愿意的话 我们四位评委加上小萨老师 加上你和教官 都可以在这个特殊的奖牌上 签上名字 一座留念吧 谢谢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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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评委 谢谢 谢谢四位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你 在投票之前 子瑞在为你和教官 这个挑战项目拉拉票 是 我的青春有勇往直前的力量 有划破长空的锋芒 我知道在区区这条道上 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但是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在部队里有一句话 群众过幸福年 部队过战备关 今天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我亲眼见证了 郭子瑞挑战成功的喜悦 但是我感受更深的是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军人集体的关心和支持 在这里我向现场的观众朋友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保证 我愿意为你们坚守岗位 时刻提高警惕 接下来各位请拿起手中的投票计 开始投票 一共200位观众听神 现在票数在不断地上升 100 15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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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个 祝贺子瑞 祝贺李女教官 谢谢 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有请两位到我们的观战区休息 谢谢 谢谢评委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在我们挑战不可能去年的舞台上 有这样一位女战士 她完成了一项在我们看来 绝对不可能的挑战 那就是在极端的条件环境之下 完成远距离远距离的盲鞠 她就是郭子瑞 但无虚发的表现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今天 在我们的新春特别节目 有另外一名战士要来挑战郭子瑞 哇 他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把视线投到我们的挑战现场 大家好 我是陆伦一 现在我来到的地方呢 是武警警官学院的人寿训练场 那么新年一始呢 各个部队都已经吹响了实战演练备战的几天号 今天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 拘击几手的巅峰对决将在这里真实上演 接下来就带您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主角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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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武警警官学院院长范文 全国武警部队优秀士兵通过考核选拔到我们学院学习排行 到校后每名学员都要经过超强的训练 磨练战斗精神 锤练战术技能 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警官学院2018级优秀学员郭子瑞 郭子瑞 很多老观众朋友都不陌生是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老朋友了 大家好 我是武警四川省总队机动第一支队参谋长周建国 近年来我们牢记主席顺持训聘 对接反恐实战 但在我身边的是 第一支队的事情 初HAHA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的挑战目标 今天的挑战在野战的环境中模拟实战进行 山间上共设立了两个狙击点 两位狙击手要先在一号狙击点 分别击中各自的三个颜色指定目标 然后转移到二号狙击点 首先分别击击一个各自的指定目标 最后争夺唯一的一个红色目标 水先击中红色目标极为挑战成功 这个地方在我们面前的地上摆放了六个皮 分别是三个黄和三个蓝色 这就是咱们的目标物 对 黄色的跟我们那草的颜色是比较接近的 而这个蓝色放在我们绿色的植物里面 也很难以被发现 来 我们看二位教官会摆放在哪 来 我帮你们一起 黄色目标物被藏在了枯草丛中 蓝色目标物被藏在了绿色灌木中 相近颜色的隐藏环境 使得狙击手想从200米外的第一个狙击点 找到目标物变得格外困难 郭子瑞 你要设计的目标是黄色目标 戴花柳文 你要设计的是蓝色目标 现在 两位狙击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宣布 挑战 开始 现在 郭子瑞和戴花柳 开始了自己的观察 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一分钟 一分钟的时间难度还是有点大 在两位狙击手观察完毕后 激发烟雾对目标区域进行遮盖 才正式开始狙击挑战 戴花柳率先拍下了按钮 现在我们可以从这儿就观察到我们的遮挡的烟雾已经升起 戴花柳首先观察完毕 因为我们的遮挡人 是一分钟的时间 要是来说 我一分钟的时间 还可以给你什么 我认为你 先拍下来 来 我第一枪竞燃 是代划柳 没问题 戴华柳稍微领先一步 领先一步 我觉得决定成败的关键点 谁先偷动扳机 谁就会影响到旁边人的射击节奏 没问题 黄色的烟雾已经看到了 这代表它的第一枪已经击中 来中 通过现在的这个烟雾 我们可以看到 戴华柳击中了 在之前我也进行了很多 关于打枪的节奏方面的训练 而且包括在各种干扰的情况下 如何去把握好这个节奏 双方连续双方都打手 都在搜寻目标的时候 命中率这一局就高多了 И más sale 优优鵁 狼吐 突的 前击 当家杀 节奏 固 柳 第二家 现лен 戴怀了又先打中了第三个目标 我率先打完了自己的三个目标 在起身的时候 我用余光看到郭子瑞 还没有寻找到他的第三个目标 我觉得我已经赢得了比赛的一半 按照我平时狙击训练 做打出来的节奏去击打目标的话 我还是很有心情能赢的 狙击手每次狙击 都需要长时间地调整呼吸和心率 快速地负重奔跑 将严重地打乱他们的狙击节奏 这对两位女战将 是一个非常严酷的考验 二号狙击点的目标 隐藏在230米外的一片灌木丛中 所有的植被树木都随风晃动 这些摇晃的物体在瞄准镜中 都会影响两位狙击手的观察和射击 狙击首先要发现目标 然后才能够击中目标 今天的狙击目标 除了被层层灌木和杂草遮挡外 山谷间骤然升级的雾气 更给狙击目标增加了一层天然的阻隔 观察变得越来越难 比对手更先发现目标 是取胜的关键 那我们就看 郭斯瑞加油啊 现在戴华流已经领先得你很多了 是哪儿啊 看到过他 躺得太隐蔽了吧 到了第二个狙击点 当我趴下的时候 我顿时都懵了 因为在清比赛规则的时候 说是第二个狙击点的难度比较高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我的视线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目标物 这儿怎么样 这个位置我觉得难度系数还是有点低 因为太明显 是确实 作为B目标点的区域 难度要更高一点 咱们得升级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在哪儿合适 在这个位置 二号狙击点离目标距离更远 可以增加难度的隐藏方式 让目标更加不容易被发现 而且沿途的灌木遮拦 更远的狙击距离 让击中目标的难度 也变得难上加难 它们还能挑战成功吗 曾经代表牌状勞 他们夜折沟 再接着 都是 被称之 programa 发生新学位 态去 担抗 只不算 现在 无 single 漂亮 好 这箱过去之后 郭子瑞终于是完成了 在一号把点的最后一个目标击打 他成功地击中了 赶紧抱着枪往这跑 加油啊 这个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现在戴华柳已经在二号位寻找了一段时间了 他并没有发出他的第一枪 郭子瑞到达了目标击 他现在抓到 两个人其实又七头并进了 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对 在我最着急的时候 郭子瑞已经跑到了我的身边 他心里就很着急 戴华里还没有找到目标击 开出了第一枪 带华的名字 带华的名字 致胜的一个最关键的点 就是把控好自己的设计节奏 只有把控好了自己的设计节奏 才能保持好一个最佳的心态 去完成每一个目标 元素握 他们在一起 东京的对你 以及带华里边 参与你 的 对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哇 这两枪的声音 从10响枪了 是啊 踢没踢中 有没有人踢中呢 有了有了有了 肯定是有人已经击中了象征着胜利的红色目标 到底是谁 这个太难判断了 我们该怎么判断呢 接下来 我们只能等观察员 来报告我们的最后结果了 好 现在戴华柳和郭子瑞已经朝我们走来 太棒了 欢迎你们 太棒了 辛苦了 二位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但是确实也给我们留了一个非常大的悬念 刚才我们在这听 最后一枪 你们俩几乎是同时扣动的扳机 但是最后是谁打中的 你们现在自己心里有数没有 我没有想太多 谁先打或谁后打 因为我非常的肯定 也非常有信心确定 我打中了最后一个目标 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打中了最后一枪 我们只有等待我们的最后的观察员 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结果 报告 经B区域双方观察员判定 郭子瑞 戴华柳 同时击中 同时 非常精彩的一次挑战 也再一次刷新了我们对于狙击手 这样一个神秘而又特殊的岗位的认知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两位神枪手 请到了我们现场 掌声有请两位女神枪手 郭子瑞 戴华柳 有请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你好 紫瑞你好 又见面了 郭年好 郭年好 戴华柳你好 你好 刚才的挑战非常之精彩 看到我们也是手心里一直捏着一把汗 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代女兵的霎爽英姿 紫瑞你好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老师好 你好 我刚才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你现在已经是武警警官学院的一名学员了是吗 因为可能自身的军事素质比较过硬 所以说从特战部队提干到了武警警官学院 那你的学习和训练有变化吗 有的 其实老师来说已经加近一年没有再摸过我的狙击枪 也没有再设计这方面进行训练了 所以说我挺感谢这次挑战的 因为这次挑战可以让我再次与我手中的伙伴并肩作战 我感觉很亲切很开心 刚才看你们两个挑战 很多的困难 你觉得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最大的难度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在野战环境下 它的山林里面树枝和树叶比较多 瞄准镜里面几乎看到的全是绿色 而且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树叶和树枝 当天也是下了一些小雨 山林里面雾也很大 所以说可能对寻找目标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挑战的环境 就是你们平时训练的一个环境是吗 是的 华柳我们是今天第一次这样面对面的和你交流 老师好 你好 我想问问特战队应该说既有男战士也有女战士对吗 是的 我们的女战士平时接受的特殊技能的训练跟男战士有区别吗 我们特战大队的女兵和男兵训练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主要训练勤拉格斗以及射击攀登 等特种兵的训练 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勤拉格斗和射击 在训练过程中可能男兵的力量受不住 然后在搏斗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女兵受伤 你自己有过什么样的受伤的经历吗 在第三年的时候训练格斗术的时候 把右手骨着过 那你们会怎么样来看待自己作为特战队女兵的这样一种身份 其实我觉得既然加入了部队尤其是还是从事特战事业 我觉得就不应该分男女 只有军人之分 今天二位的表现真的是没有辜负你们身上所背负的这份荣誉和责任 未来特战队是要战斗在反恐第一线的 时刻可能都会面临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 今天二位在这样一个接近实战的现场 又一次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挑战 但最终其实你们是战胜了自己 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了特战队的女兵用柔弱的肩膀 扛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 向你们致敬 感谢观看